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孩子 在想吃糖醋里脚 放假在家你就像我这样做 不但做法简单 而且还特别好吃 做糖醋里脚 要选猪的外脊肉 先给它剃掉筋膜 然后切成小长条 用我家的自来水浸泡五分钟 这样能泡出血水 口感不腥 把肉条钻干水分了 加上少许的精盐 去腥的料酒 给它抓匀入个底位 打上一颗笨鸡蛋 再加上一大勺玉米淀粉 适量的清水 尽量喝得干一点 像视频中这个样 最后加上半勺油 再炸的时候不容易崩油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却能让我高兴一整天 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给点一个 免费的红心吧 非常感谢 油温六成热 把肉条一个一个下锅炸 全部下锅以后 开中火慢炸 大约需要三分钟 把肉条炸熟了 捞出控油 等油温升高了 把肉条复炸第二遍 这才是酥脆的关键 第二遍炸一分钟左右 金黄酥脆了就好了 锅里留点底油 加入一包这个 大厨根据比例 调制好的糖醋汁 九块九有三包 真的很划算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给它熬至浓稠了 下入肉条 撒上白白的黑芝麻 快速地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又酥又脆 喜欢你也试试吧